店头的多少钱 13万 你现在一天卖多少钱 平均下来的话是400多 一共亏5580块钱一个月 就是现在就是没做好嘛 然后也很着急 我跟你讲几个问题 遇到啥问题呢小姐姐 我们这个店铺我就开业有四个月了 然后营业额一直上不去 什么店呀 信阳什么呀 信阳故事额块 是我们那边一个特色菜 你是在信阳市区还是信阳下面的县城 我们就在 这个店头的多少钱 加上房租一共是13万 你现在一天卖多少钱 平均下来的话是400多 毛利率有多少 50左右 OK也就是一天的毛利大概有200块钱 这个店多大面积 80平方 租金多少钱一个月 4万2亿年 3500一个月 一天116 店上几个人 两个人 夫妻店 对 人员工资算多少钱 3000 两个人一天是200 水电器一个月多少钱 电费是900 人气700左右 1600 我给你算个2000英 一天70 386的固定花销 你现在一天只有200的毛利 你就说每天亏186 一共亏5580块钱一个月 就是现在就是没做好嘛 然后也很着急 不着急 来360度原地转一圈 我看一下整体的环境 小姐姐你这是个什么样的商圈 居民区 居民区在哪呢 你直过看一下 我这个门面后边都是居民 然后这边有几栋楼 也都是 都是老小区吗 对 你这一片大概住了多少人呢 700户吧 那人不多啊 这些老小区是大部分是租客还是住家户 住家户 老年人多吗 中年人比较多 这周围没有新小区吗 在这个亮灯的方向 那边是很多新小区 有高层什么的 离我们不太远 那大家为什么会到你这条进来呢 就我们这家的店都是开了七八年的 就这儿的都是一些老店嘛 对 你给我一家一家的说一下 每家分别卖多少钱 这个大盘鸡 一天七八百吧 它开了很多年是吧 嗯 再下一家 这家是卖羊肉的 它家生意好 它家是做了很多年 然后他们家两三千是有的 多大面积 150瓶左右 好 还有什么店 还有这一家三合居 他们家是小龙虾烧烤 多大面积 200瓶 他们家门口这一块停车的 夏天都是他们家摆的 这就是人家的优势啊 还有什么店 写对面有两家小龙虾一家火锅 多大面积 他们也有一百瓶以上 生意怎么样 生意都很好 往回走 这个位置是谁帮你选的 亲戚 来走到店里面我看一下 就这样 你右边是货架吗 我看一下 哇你天哪 你这个环境那哪行啊 你这个就像过家家一样 往回走 为什么想做这个鹅块呢 鹅块是我们那边特色 然后我们家有亲戚在 鹅块是信仰的特色 然后你是在 是吧 信仰距离有多远 200公里 你们卖鹅块的多不多 有个四五家吧 大家都知道这个鹅块吗 知道的比较少吧 那你就是来教育客户的呀 谁给你提的这个建议呀 家里面人 因为我们只会做这个 你不能说会啥 你就卖啥呀 你要考虑的是消费者要啥 你卖啥呀 没有做过推广是吧 还没有 我们因为没有经验 不太敢 如果贸然的话 推广 我们怕接不住 你们知道你们是什么原因 导致这个店做成这样吗 选址失败 还是有这个意思是吧 我看您的视频 我就觉得我这不行 我跟你讲几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您说的选址失败 这个呢 我觉得应该是你听的 你们家人的一些建议 觉得这个周围的这些店铺 生意好像还不错 到这来开这个店 但是你们妇女的一个点 人家是在这开了很多年 老百姓 消费者已经知道了 所以说会到你背后的 这些店来消费 历史遗留的 沉淀下来的东西 而这个地方 其实是没有客流的 你背后就是一个老小区 几百户 都是一些中老年人 没有理由到这来 所以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你选了一个 我说句难听的 聊不拉屎的地方 第二个 因为你们只会做 信仰的这个额块 所以说你们就觉得 我就做信仰的额块 但是你没有考虑 这儿的人有多少人 知道这个 多少人喜欢吃这个 产品的认知度太低 产品和人群的需求不匹配 你把一个南方的东西 拿到北方来 水土不符 条件不符 阳光不充足 那你怎么生产 第三个 建电成本太高了 里面连窗户都没有 进去就是一个密封起来的 而且说话稍微大声一点 都有点吵 但是就这么一个地方 你居然花了13万 第四个 那么结合这几点 也许你的位置不好 但是如果说你个人来讲 你的营销能力 运营能力 你的曝光能力非常强 也许能给你带来一定的流量 但是你并不具备这样的能力 这就是问题 没啥坚持的意义 你可以去做流量 我也可以教你 我甚至可以把这些课程都送给你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 你们摸索还需要时间 需要阶段 需要一个过程 因为位置不行 你没有自然客流 你就只能不断的去获取新客流 那你这个事情 你就会做得特别对 而这个位置 大家也不可能说说 我专门你这个吃了你这个额块 我就专门回来复购 那你起码你得积累很多的客户 起码是几千上万 你才会有这样的效果 那以其如此在这耗着 那踏踏实实的关了 旺铺转让 你把能转到的钱 或者怎么样 能退回来的剩下的房租 拿到另外一个 有自然客流的地方 重新开始 就不要在这棵树上 一直吊在这 不要在这吊死呢 好不好 好 还没什么问题 没有了 来接下 谢谢勇哥 好没事 再见